Hello,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今天的国际大棋局 进入节目之前,请大家订阅,按赞,最重要是按小铃铛收取通知 另外,可以成为我们的频道会员,在会席那里,你先按一下会席,成为会员支持我们的创作 与此同时,请大家支持梁锦祥工作室的patreon 所有的心意就是每天支持着我,蕭文俊和台长继续创作发声的动力 多谢大家,台长,我们进入节目之前,首先用点时间讲讲我们新的台务好吗? 好,首先我想跟大家讲一下,虽然我们已经出道不久了 但已经成为我们其中一位升级主持,Lawrence 他在早几天我们的直播节目上亮相,说了他在日本方面 当时和一些灵能者,即是有灵力的人的祭遇 另外也说了他一些亲身的经历 听众反应很热,说Lawrence,能不能多讲一些日本 关于灵异或神秘学呢? Lawrence本身是有一个节目的 大家平时看到台长和他一起做《清酒神秘学》 Lawrence也知道大家对灵能者,或者对灵魂方面 的响道,这些话题是很有兴趣的 所以其实他立即和台长制作了一集 新一集的《清酒神秘学》 大家今晚听完我们国际大棋局 就不要转到其他地方听了 直接等我们一会儿 因为今晚《清酒神秘学》的话题 就是灵魂出竅的上班族 就是说这个灵魂响道 转头大家一定要欣赏我们今集的《清酒神秘学》 是很精彩的 另外还有一个开心的消息 他跟大家说 台长 你知道我们最近也有提及过 我们很欣赏的一个 广东话的 军事的一个频道 就叫《军武器言》 我们都觉得他们是做得很专业的 而且资讯是很丰富的 这样《军武器言》我们就很荣幸 邀请到他们其中一位的主持 这次就以一个嘉宾 个人嘉宾的身份 就来到和我们的军事专家Edwin Sir 这样 就去合作 Cross Over 一集的军事节目 来到这一集军事节目 我们就不说俄乌战争最新的事情了 倒回来 说一样 就是大家 是八九十年代的一个情怀 一个情意结 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英军 因为其实英军 当时有华籍英军 也是英军的色彩也很鲜明 例如你看过福克兰群岛的战争 以及他们的枪械 所有东西 说Edwin Sir 他本身是一位英军迷 他也自己在英国生活和读过书 他本身也在英国接受过军事训练 所以他自己对英军有情意结 而我们这一位神秘嘉宾 窗械专家 另外他本身也很喜欢英军的 所以 我们制作了一集英军情怀 但是 这是part one 因为英军要说的太多 会分两两三part 来出的 台长 到时呢 如果你有时间都去指导一下 好吗 好好好 我不这么说指导 因为真的是门外汗了 另外开心的消息 接二连三的 因为台长和我 我们很用心地打造我们所有节目 还有我们希望我们的全面性更高 台长 你知不知道我们整个频道 其实最多人看 基本上每个 庆重都会看的节目是什么节目 当然是梁錦祥美食世界了 为什么呢 因为梁錦祥美食世界 就是你开我们任何的节目 那个美部都会有的 基本上无论是我们 司徒文俊和其他嘉宾的节目 以至火猫大叔 蝎子王 所有的节目 朗哥讲鬼谷 台长 天元解密 你们都会见到 我发觉原来 我真的之前没有那么回忆 但是我发觉最近有很多听众跟我说 我们真的每集 看到已经是好像上了路 然后他说 好像以前有一个节目 叫娱乐无穷的 拍着干雨的 看到上瘾 但问题他们也作出一些控诉 控诉就是 可不可以叫台长吃多点东西 可不可以叫台长 看多点东西 他说台长今早有酒做得很好 更甚至我们大力呼吁之后 都多了听众去看 其中一件事 就开始有听众 台长旁边有个长腿姐姐 然后其他听众就说 真的吗 然后就去看 所以 听众就在这里说 可不可以叫台长 吃多点东西之余 可以 再引入多点女主持 我相信 叫台长吃多点东西 和引入多点女主持 那个诉求 都是非常强烈的 所以 经过一番努力 很开心 我们暂时初步 就已经 会确定到 我们会有一位 美貌与智慧并重 本身是美食博主 的女主持 会加盟的 那我们也 开拓一下市场 因为 他说我们那个 江洋味太重 他说福寿者联盟 都有黑寡妇 也有 也有红女巫 你们全部主持 全部都男的 可以了 台长和我都收到的 那我们就会 尽快 尽力 我们会有一些 新的女主持 他们也是 比如他们的 专场 比如他们是 操手袋 讲化妆 讲包包的 另外 比如他们专场 可能是 做饮食的 那我们都会是 第一体列新的节目出来 希望到时 大家一定要 支持了 就不要说 你们要女主持 到女主持来的时候 接着又不看 那跟随者 我当然明白 你们其实说话背后就是什么 你们最希望就是 台长加女主持 没问题的 这件事我会安排的 到时 待会台长再出去 拍梁錦祥美食世界 我都会 安排了女主持 一起同行 到时 一直看台长吃东西 介绍美食美酒 另一方面 也看美女 台长 在我们现在这个疫情 我们尽量带多些欢乐给大家 一定要正能量 对不对 大家都期望一样东西 就是 后日就是 4月11号 希望到时 大家都可以出回来 去吃糖食 特别是至于晚上 因为这些病毒是现在轨为在10点钟之后才出来的 所以我们 我们也迎接了 这个初步返回一个正常生活的情况 但是 返回正常生活 大家也期望 吃的东西 都保持到以往的水准 甚至是更加好 我们也希望 多一些的选择 提供给大家 比如说 哪里的地方 有些新的 可以试一试 我们都可以 做一做这类型的节目 也都期望 跟那位新的女子池 短期之内 我们大家 见面 就可以大家商量一下 这个节目的形式是怎样的 做这件事 也要多谢一位的听众 我不知道 我想不要开他的名字了 因为有时候一些朋友未必想的 就是他送了 应该 一些的食品 给我和文俊的 应该好像军报 那些海草和另外一些 就是说 睡得比较舒服一些 因为他知道文俊就常常失眠 所以就 拿了给火箭神那里 这里很多谢那位的女听众 是啊 这位女听众 因为没得他同意 我们只可以说他的名字是 C字头 C字头 很多谢这位 C字头的女听众 因为他对我 很关心 其实他也告诉我 他除了知道我失眠 他说我常常做很大量的节目 因为我不是只是做国际大棋局的 基本上什么节目你都听到我的声音 他给了一些东西 我去保护自己的喉咙 吃下去是 护后 就是叫做 保健 护后 很感谢 因为其实这一份份的关心和爱 其实是很重要的 是真切地让我感受到你们的支持 很开心 很感恩 很感恩 可能台长粉丝多 因为这么多年来他做了这么久的节目 有这么大量的粉丝群 其实他可能未必是有我这种爆炸性的喜悦 你也没这么说 你也没这么说 你刚才那个讲话 就说我开始有事要麻木 其实不是的 因为为什么呢 就是很多时候 大家的感觉好像我跟那些听众 那个距离比较远 这个也是事实来的 很多节目主持人就比较 很多时候 会多一点交通 多一点交流 但是我自己可能那个时间 那个粉丝比较 比较紧缺了 很多时候因为要看资料 要 要练拳 还有一些琐碎的习务 那就没什么时间 没那么多时间 就亲自去答复这些听众 同一样文章 同一样文章 就是说你晚上 可能三四点 有听众就是跟你谈解 我不行的 我因为我要睡觉 我要休息 所以我晚上我的电话关掉了 到第二天 就醒来 听众的 信息呢 其实我就未必回复的 这个很坦白的 但是不是代表说我对他们 就没什么感觉 或者怎么样 因为都这么多年 十几年 差不多二十年 其实就 每一个听众对我来说 很重要的支持 如果没有呢 也不会今天 就是继续在那里开麦 那所以这里呢 就 啊文章他 处理那个 和这个 听众那个 那个关系呢 就比较密切一点 但是不是代表说我对听众 就不闻不闻 这个一定要 要交代清楚 是啊 主要其实我就是想说回我是想不到啊 竟然我啊 竟然我啊 竟然有听众那么支持那么关爱啊 真是 好多谢啊 另外呢 在这里公开说一样东西了 那我们的团队呢 除了台长 iq 这些 那么多位不同的主持 蝎子王啊 天园解密啊 之外呢 那其实呢 我们有位从来没有老过上的 但是他是我们团队之一来的 那么原因呢 就是 譬如有人联络 然后就说 你们有位工作人员 是不是叫 Kent啊 Kent哥呢 其实是不只是我们团队的人 这个是我家人来的 所以呢 他是我香港的家人来的 所以你们呢 如果譬如想跟我们去谈点东西 其实譬如你是一些 听完我们说的 那你天园解密 你可以找 王法廷师傅 也可以找Kent哥 那Kent哥出来去 接合呢 那就不需要怀疑他的身份 Kent哥是我家人来的 私隆文俊的家人来的 所以呢 这里就是特别说一说 那么好了 那么今天呢 我们第一节 那么阿台长 是不是都是 不要说那些 那么沉重的话题啊 说一下那些 那些开心的事先啊 那老实说我沉重不重 就真的看那些观众的感觉啊 那但是当然啦 你说如果正经新闻 这个李家超在写着 他的那个政綱 另外就 那些人就说要 和这个内地通关 就说那些公务员就辞职 辞得很紧要 那些二千多人已经辞职了 那就是今年 那这些来说呢 就不是不可以评论 但是呢 那个 就是那个 那个催眉升 其实是低的 就是可能大家听到 呼呼入睡了 我又都 我真的没了心机 说这些题材 是吧 你说灰不灰呢 你听到那些公务员说要辞职 那当然是灰啦 但是更加灰的就是那些医务人员全部都 就是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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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真是离职嘛 是不是 而且离职那个比例相当之高 那还有今天呢 就应该是香港去曼城 就是曼城那个复行的了 当然是直行的 那也有很多在机场说呢 就是离仇别墅啦 那这些我们都不需要去详细说 因为这些其实每一个人 在每一个香港住的人呢 都感受到这些 譬如你身边的朋友 在一个走一个走一个 那你都感受到那种的气氛在那里 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太着重这方面的 但是反而就另外一个 新闻呢 就迟了一点点 但是呢 就是昨天呢 其实也有很多的 这些网上的电台 都提及他啦 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可以用一个新的角度 去说这件事情的 那就是陈奕迅 是一位香港的歌手啦 那么他就新穷啦 他新穷就 不是好像我们普通人是新穷的 就是我们每个月不行了 他说现在的银行户口呢 只剩三千万了 那我不知道三千万是港币 还是美元还是人民币啦 应该估是港币来的 那么他就觉得很惨 不是很好 很害怕啊 很害怕 很害怕然后怎么样呢 那么为什么很害怕呢 他一个月呢 就都花了几十万的 但是呢 就是一个月花了几十万 你慢慢有其他这些开支啦 好像有层楼那样 是不是要供 我忘记了啦 但是呢 就是这种这样的慎穷的方法 如果是真的话呢 大家都觉得 都不是觉得很有代入感的 如果我有三千万在银行户口 我就算每个月花了几十万 我都不会像他那样的慎穷的 但是呢 我又记得一样东西的 就是呢 当年这个Michael Jackson 你知道Michael Jackson 那个年代很红的啦 红到就是 我想都没什么人比得上的 但是他有一个时期呢 他发觉他自己都是 他都觉得自己很穷的 那为什么觉得自己很穷呢 因为他每一天都会花一百万 一百万美金每一天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不是很有钱的都会变得很穷 所以这个穷有钱的感觉呢 是很相对的 那我们就不是尝试去代入 陈奕迅这个心态里面 因为我完全很难去有共鸣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 除非他是有些不良嗜好而已 所以就可以去 开完接楼啦 不是一定要花那么多钱的嘛 那有些人就提到他太太 那为什么我们不说了 因为我就没什么兴趣去评论一些娱乐新闻的 但是呢 这件事之中呢 又体现到很多近年 近来 这个香港的影声啦 或者这些演员歌手啦 他们那个新闻的曝光呢 不多不少都跟政治起上关系 那陈奕迅呢 那陈奕迅的为什么是慎穷呢 可能其中一个原因呢 除了最近呢 就没有show啦 因为这两年呢 就那个疫情的关系啦 如果你说现在在上海开show 就是搞笑而已 大家在方仓医院里开的而已 那就是什么时候呢 如果你说开网上的 好像许冠杰啊 郭富城那些那样 那但是赚钱就不多的 而且啊 啊 啊 阿迅和阿郭富城那些那些他们开呢 其实就为了去 他們和他一起去搞唱演唱會的工作人員的crew 他們可以經濟沒有那麼辛苦之外 那就是維持跟觀眾的關係 但是如果你說真的要賺錢 要去 說的是賺得一千幾百萬那些 就一定是開現場的演唱會 就是有人來看那些 要買票那些 但是現在基本上沒有場地 至於說那個唱片 現在更加搞笑 真金白銀出來買唱片的人就少之又少 所以基於很多因素 其實他們去做傳統那種的唱片工業已經是沒落了 至於拍戲方面就不用說了 你現在合拍片又出現這樣的局面 是吧 講產片更加不用說了 那策略是小到媽媽都不認得的 所以基於那麼多的原因 陳奕迅就算是當打之連 他現在還是在那個巔峰上的 但是很明顯就是他那個行業本身已經是夕陽工業 他慎窮就可能看到前景都有問題了 但是最致命的是什麼呢 其中一個最致命的就是跟政治啟用關係是什麼呢 就是前一陣子大家知道了 就是因為那個國際的組織 他們就杯葛那個新疆的棉制版這樣 那陳奕迅就不知道是受他的經理人影響還是怎樣 就第一時間撲出來就說 就是我們不做這個Adidas那個代言人了 那他就撿書閒頭刹我敗家 因為他走一頭嘛 他發覺心比高 原來很多人都沒有做這件事的 就變成他自己很愚蠢 但是回不了頭 你說不做Adidas那個香港那個產品的代言人 就是Adidas當然不會挽留你啦 可能那裡又沒有不收入啦 但是發覺就很愚蠢 為什麼其他人不會做這件事 即使在中國那些的球星啦 演員他們都沒有做這件事的 不一樣是安然度過 不會給國家給壓力 那件事本身的性質是不同的 好了那你現在慎窮啦 那代表了什麼呢 代表了就是你兩頭不到我 那你回到香港的市場 似乎那些聽眾又不太受落 對你的感覺已經不同以前了 那除了他之外 也有另外一個演員 名式就是歌聲 演員啦 演員啦 這個 那個 那個 就 應該說另一個先的 軟瓶丹 那軟瓶丹呢 就 在上海啦 那他就拍了一個片出來 就分享的 這樣 就把一個豆腐 就分開幾個 我現在分開吃的這樣 那這些 就是 就是我來搞笑 大家知道軟瓶丹其實都很搞笑的嘛 就被人去批評啦 就是你現在的時間就抽水 那他的確是抽水的 但是 就不止他啦 譬如說 現在很多拍上海加油的片 就把他拿出來的上片 跟著下面呢 就拿了一大堆美食出來 這樣 擺明是贈慶的 很多人就覺得對這件事就比較 就是反感 但是我覺得軟瓶丹其實都不是一些什麼的 就是諷刺的 只不過說就是 拿出來開心一下 那時候大家都情緒低落啦 拿些東西出來 就是調案一下而已 就不需要上光上線說怎樣的 因為他本身都是喜劇院 那至於剛才我想說的另外一個就是楊千華 那楊千華在香港呢 大家記得前 應該是去年 那個幾場演唱會 後來都泡了湯的 因為那個 就是那個 賣票的情況都並不理想 那近年楊千華在香港那個受歡迎的程度 那麽不急劇下降 那麽不要緊 他就上了這個央視 就代入這個白居易的詩裡面 那麽說受到贊重啦 那麽這個也是代表 就是現在你香港的演員 你以為香港沒得了 那就一定要轉戰在上面的 那麽如果你要轉戰上面的話呢 那其中一件事呢 你一定要符合那個政治路線啦 就不可以偏離啦 那麽有人會做 那麽當然就 那麽 他說 那麽說 네 那麽是 那麽由是 所以還是 我們不想看這些 我們想有東西吃 就是一個最直接的對生活的幫助就是 不是看這些很沒有作用 就是所謂正能量的宣傳 而是真真正可以幫到他們的一些實際行動 就算你說如果就是羅志祥 我們台灣的歌手 我分快一些物資 但是物資都還沒到 就是講了 但是哪裏拿到呢 什麼時候到呢 又是不知道的 那是不是說 其實他們都是只不過打嘴炮 實際上這些東西遲遲都不會到 到的時候其實問題已經解決了 就是拆過輕兵 那現在很多很多這些問題 那我們下一節都會講講 就是現在那個問題的演變的性質 已經變成了一個政治的鬥爭 但是這節就要講講就是香港這些的演員 歌手 他在這裏受了這個… 他們在這裏受了這個狀態的時候 一個這樣的狀態的時候 那麼他們可以怎樣生存呢 那有些就轉變台灣 譬如是杜汶澤 那去了台灣 而且那個成績也很相當不錯的 那麼慢慢地上しく已經融入了當地的社會了 有些游離於兩地之間 都未找到定位 但是絕大部份 西瓜靠大邊一定在中國大陸的市場 但是仍然在摸索路線是怎樣 畢竟現在中國大陸的市場 情景相當不明朗 比如電視劇 以前真的金丟玉砌 把錢扔下去 但是背後原因也是這個花錢渠道 但現在這個花錢渠道就已經被封殺了 所以這些製作費本身就已經是減少得很重要了 那你自己拍戲 什麼題材呢 可能說了兩句話 已經挑戰官方的禁忌了 又是很難拍 什麼片也不能拍 什麼片也不能拍 所以就變成兩頭不到我 有些就直接放棄了 譬如彭浩祥 做了這個護旗手 都不行 現在要去加拿大炒比特幣 炒這個加密貨幣 這些是體現到 其實你做政治投機 你都要認識政治才行的 你不認識政治 那就根本投機很多時候都會失敗 但是有些人就會保持到自己的性格 我們講的是鄭伊健 鄭伊健就是 大家知道他其中一個成名作就是古惑仔 但是似乎他就不太想讓陳浩南這個角色定型 所以最近傳了一個消息 就是這個大灣仔 就兩次邀請他加入古惑仔這個行列 但是都給他軟距 甚至連陳浩南這個角色 他都不願意再去重複了 但是我們去看整個古惑仔系列 當年事實上在中國大陸就是風行一時 而且這個風行的程度 到現在還有尾水可以找的 所以大灣仔現在就吃完尾水了 很多人裡面出現的角色 除了黃秋生之外 除了黃秋生之外 基本上都找到盆滿盆盆盆的了 那麽我已經可以 經濟上我已經沒有什麽無憂了 那麽什麽我不做一些我自己喜歡的東西呢 於是在台灣那邊拍了一些劇集 那麽我對這個就很欣賞 雖然我們之前都說過一次 但是我對這種性格呢 對於這種能夠 抵受到這麽大的誘惑 就是動刺 如果你上去登台 不是說一百幾十萬 是近乎以他的身家 以億計的 如果他肯輸 肯跪低的話 但是他又覺得我沒有所謂 所以於是乎 我就很想在這個節目再次提一提這個 就是跟剛才我們講的那些 比如陳奕迅 楊千華那些其他做一個對照 但是我們今天都想做一個懷舊 因為之前我們做了一個節目 就是我們80年代 那反應就相當的熱烈的 但是我和Lorence做主要是在日本方面 但是今天呢 文俊和他做開 那我們就想講講這個古惑仔系列 那古惑仔系列 為什麽會成功呢 就是歸功於文俊 文俊 你在這個問題上 你應該表達 就是說兩句 就這個文俊 他偏頸這個功力 你應該說兩句 那台長 其實是這樣的 我們這個節目呢 叫做司徒正能量 對吧 那所以呢 我們首先呢 我們要即時解決了一些危機和問題 那我們首先解決了陳奕迅的危機 先好嗎 你借錢給他嗎 哎呀 大佬啊 我有啊 有什麽所謂呢 沒有啊 我現在也要靠和台長量度水過日嘛 但是呢 錢就沒有了 辦法是有的 那這樣啦 陳奕迅 他的樣子呢 其實他之前也拍過電影的 那他呢 登大對眼 做諧星一絕的 那他呢 就不妨啊 好像呢 現在那些抖音啊 那些西瓜視頻啊 快手啊 那些呢 整整個樣子 換個apps 然後呢 就用一 改一改把聲 是不是啊 然後呢 就 哎 我們很愛中國啊 我們是很喜歡中國人民 中國必勝 中國防疫成功 我愛中國 這樣 接著就帶貨咯 接著就用這個 用些 我都不知道什麽話了 廣東話啊 還是俄羅斯文 這樣 廣東話 混俄羅斯文的版本 接著就唱一下你的經典名作 接著呢 每天都拍幾段那些短片 中國好耶啊 中國厲害啊 我們中國有大把 那就可以了 那一定呢 我跟你說 一定呢 你只靠打賞費 哎呀 接著你就 學習那些職場的帶貨 哎呀 謝謝哥哥 謝謝陳重 啊 啊 那就立即現場打賞 那你每天先量一點水 那都不夠的 把老婆拿出來嘛 你太太都可以出來 又是瞪大雙眼 接著又可以扮一下 其次 廣情丹 更簡單 他以前做戲都扮開日本人的啦 那你就扮起來了 你就扮起來了 其實阿丸子就沒事的 其實阿丸子就沒事的 沒事 我彈了財露給他而已 就是叫做茶白臉 扮到藝妓這樣 接著就出來 我們日本領事館 現在 首先說一句日文 說幾句話 我們日本領事館 現在是上開 這樣我們暫時生活腐足 我們每天都有很多的食物 多謝大家 我愛中國 日本永遠都是中國的 拍兩段 人又來的嘛 大佬 很簡單的 即是你們要利用這個多媒體 你不要再這麼認真去想 去什麼露燕 開張請你展彩 什麼上台唱兩首歌 待幾十萬 現在沒有這些的了 現在開直播啦 接著呢 利用各種新科技 扮一下俄羅斯 日本人 什麼 扮什麼親都可以 總之 財富密碼就是 中國真的好爺 中國厲害 中國厲害 然後 承機 譬如現在這樣 人最重要就是喝水 所以今天我就介紹康師傅的 抗泉水 那就有代言費的啦 那這些現在是唯一 差不多叫做這個可以賺錢的渠道 如果其他就是百業凋零 喂 可以了 你聽我說吧 黎芝一家五口 身在上海隔離預三十日 很難想像 真是嚴重的 小小粒啊 是啊 那真的要浩南國 不是啊 他也可以用這個小小粒的看調來帶貨的 就是可以 今天跟大家說 說中國的厲害 都可以 先歌頌 跟著再帶貨 跟著呢 就有點讚 有打上 有火箭啊 有那些什麼 即場彈出來的公仔啊 超級留言啊 另外呢 我必須說一下 如果有任何國內大品牌需要 我啊 台長啊 我們去帶貨 沒問題的 不看錢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是啊 真的有了 真的不虧的 是啊 歡迎啊 康師傅啊 旺旺那些 沒問題的 你把旺旺的換成台長 扮成捉卡 跟你做代言員都可以的 沒問題的 你明白嗎 你現在那些什麼 不逆犯 那些其實沒有了 那些良良康不適合的 現在是要知性型 逆症逆邪的學者 那就台長對的了 好了 那回來 這件呢 他拒絕做陳皓嵐 就不是現在的 原因呢 相傳說他以前去接這個角色時候 他第一時間 跟他的經理人說 不行啊 我做這個 閃電傳真機 我做兒童節目的 我怎麼可以做這些事呢 結果呢 好像後來那個經理人就說 我其實裡面都導人向善的 所以呢 才去到後來那些 出現了什麼陳皓嵐教書啊 陳皓嵐什麼 我都不用有黑社會 然後另外呢 我懷疑呢 當時的經理人跟他說 其實他是臥底來的 其實他是陳皓嵐督 現在一班是銅鑼灣扎菲人 其實是督察來的 當然啦 我們沒有想過 幾十年前的電影 現在原來很多東西 你看回其實是個諷刺 然後呢 其實呢 那個古惑仔 阿鄭醫健的抗拒程度呢 是抗拒到怎樣呢 我當時去這個 就是去戲院那裡看 他第六集呢 叫古惑仔 就是《聖者為王》 是說這個 其實最厲害的電影 就不是陳皓嵐最厲害的 最厲害的 最厲害的就是《山雞》 因為《山雞》呢 本身就是這個台灣 這個黑幫的 一個 就是叫做統領 跟著呢 他也是新兼了這個香港 洪興社團 這個屯門扎菲人 跟著呢 他老婆 就是山口祖 千葉真一 那個女兒 跟著呢 那個《山口祖》就說 哎 我還給你管 哇 其實呢 我跟你說 這個才是國際大棋局啊 其實在電影裡面 陳皓嵐只是在香港而已 他去不了其他地方 但是《山雞》就是國際大棋局的 跟著呢 這套電影的時候 我發覺 咦 陳小春星年《山雞》 什麼 那個叫什麼 啊 剛剛說不起 做大頭仔那個呢 那個叫做大頭仔 跟著呢 林曉峰 做這個包皮 跟著 黃秋生 飾演大飛 那個叫尹陽明 飾演這個 韓斌 跟著 吳君如 飾演十三杯 跟著呢 你看到那些 很正常 陳浩南飾演陳浩南 什麼事啊 什麼叫陳浩南 什麼叫陳浩南 原來就說 那時候 這件是扭計 就是 他連自己的名字 落進去那個電影海報 都不肯 嗯 所以他之後就算嚇串 例如這個 鴻兄十三杯 吳君如做主角那一套 這套東西很厲害 他很好看的 你不要覺得他的古惑 就是電影 他很好看 還有呢 他是吳君如 這套拿影后 香港電影金集獎 拿影后 那他真的很好看的 跟著呢 啊 鄭伊健呢 最後呢 當然是 就是 用陳浩南的形象 來壓軸 來嚇串 就是最後講這個 十三杯 哎 被人委 差不多收皮的時候 突然之間 一度的閃光 兩個 跟著呢 阿鄭伊健 即是飾演的陳浩南 跟著還有誰 盧慧剛飾演 在古惑仔世界最好打的太子 連同一眾的兄弟 跟著呢 走過來 那裡很搭馬的 跟著呢 陳浩南的那些名句 三樣東西而已 夠雷 夠搭馬 嗯 跟著呢 跟著呢 我忘記第三樣是什麼 真的不好 哈哈哈 跟著呢 你的感覺呢 其實呢 看這些電影呢 當時呢 還沒有復仇者聯盟 還沒有Marvel 但是事實上呢 他當時就在營造現在的Marvel世界 或DC世界 只不過你將那些超級英雄 變成陳浩南 山雞啊 什麼大天椅啊 變成那些 那些 那些奸角呢 那些 例如什麼 歐藏 滅霸 什麼Loki 那些奸角呢 你就變成那些烏啊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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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基本上呢 那個不是黑社會世界 那些是一個Marvel世界 來的 那跟著呢 那種好看之處呢 就是他 因為 你剛才說的 裡面有最重要的 是有一個文進的 那個文進 不是那個 樸實無話 司徒文進 樸實無話 又沒有學識那個司徒文進 就是現在跟你做節目的文進 那個是電影編劇裡面的頂班人馬 那香港電影編劇 就去到次官那裡 是啊 他那個文呢 跟司徒文進的一樣 但是那個進字呢 就不同的 他那個進呢 深度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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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看就真的是文人來的 還有呢 他本身呢 學識很豐富 其實在我心目中呢 你說香港的編劇呢 最頂級 就是說頂級呢 是完全是 這麼說 是深度最高 其實文進和紀圖 兩個就是了 基本上 所以大家基本上 都是要好好去珍惜 因為現在這一批的老一代人 他們的級數呢 現在新派的那些是沒有的 尤其是你說國內那些呢 好像剛才台長那樣說 這麼多制爪 怎麼又要把所有東西拍出來 又要適合政治意識的 又要是 不可以這樣踩界 不可以那樣踩界啊 那些圓幻東西又不能拍 什麼又不能拍 那變相呢 是阻礙了創作空間的 而老一輩這些人呢 其實他的功架在於什麼呢 那功架在於呢 你拍一部電影呢 就算你是古惑仔 唉這些市井電影 但是 他裡面是可以營造到你的角色呢 是隔了很多年呢 你都還會記得的嘛 其實大家要記住 為什麼說周星馳好看呢 周星馳好看 不是說周星馳特別英俊 他有什麼很好的超級演技啊 不是說他的故事內容有多深奧 他全部同一個套路 都是一個直直無名的小人物 怎樣奮鬥 但是 最好看在你所有裡面的人與事 你都會記得的 例如周星馳 看同學威龍 你會記得奪命剪刀腳 你會記得他跟朱欣打卡 你會記得 他對著這個 那個女神啊 是不是叫張敏啊 不是叫張敏 是直接叫張敏 為什麼不記得那個名字呢 不是啊 因為我只記得他叫耳夢 這個就是重點 你記得他叫耳夢 你記得叫耳夢就好 你不記得他叫張敏 你記得他叫耳夢 然後你看周星馳 他以前拍的電影 名字很近似的 周星星啊 周密密 你一看就知道 正如劉德華 他做任何戲都是做劉德華的 所以 以往基本上 他就可以很成功 把這個樂印印在你腦裡 而古惑仔最大的樂印是什麼呢 如果你拍一個古惑仔 你拍到很離地 那個古惑仔跟你說 中國真是厲害了 防疫真是厲害了 那你大哥 你會不會沒有的 應該說 古惑仔也有愛國的 我知道 但是問題是 現在如果再拍新的古惑仔 你很麻煩 因為全部都穿大白服的 你明白嗎 那你才可以做到那些什麼 啼尺人啊 砍人啊 那些 但是你穿著一套大白服 全身都是血 好像你上次說的那件事 有古惑仔味道的 但是造型上不是很好 因為你穿著白色 就是白衣天使 你很少會出來走的 穿白色 不是 那時候他們都試過穿白色西裝 全都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有個猛人 那個猛人就是現在 那個最肚餓的 那個地方加個兒子 是啊 你明白嗎 現在這個 大什麼老什麼 那個地方 加個兒子 那位賣人 那他是這樣的 他這麼久都是白色西裝 白色中山裝的 是啊 他在澳門開動 這樣 這樣 你來吧 我有一次在旺角 一間餅店裡見到他 你有沒有走過去跟他聊天 不敢啊 大哥 就是好像你這樣說 全身都是白色的 你老美 你不要笑 他旁邊兩個保鏢 你知不知道 其中一個就是 就是 古惑仔裡面一個重要角色的名字 哦 是啊 不過這樣 當時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見不到他身邊有兩個人 我就是叫他單獨在那裡 我不奇的 我都跟他在一些距離 很近距離 就是我跟他在永利的廁所 我跟他在偏地廁所 我跟他在美國媒 坐著一起喝咖啡 我們都是聊天 聊天啊 因為他那時候是這樣的 他有時候在澳門 他都有搞一些活動 他有賭廳 有搞一些活動 他有些是叫過我去幫忙參與的 也有些有請我去 這樣 不奇的 其實呢 很見譚的 而且他沒有價值的 當然 可能 你說始終 都不是什麼好人 大哥 如果你每次都說 做到的就不是好人 總之道上的就不是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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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個就是過於市井之流 你慢慢了解到社會複雜你就知道 阿文遵 剛才有一個字形形的 那個叫迂腐 是的 其實你看古畫仔電影 他就告訴你 喂 你說陳浩南 銅鑼灣渣菲人 大奸大惡 他軟不及那些生意人 喂 什麼拿督啊 跟著跟你說 做什麼大生意 開發樓盤的地產商 跟著 喂 以致 那些 又是呀 又是生意人 說自己做什麼 那些全部 那些人 是讓你出來走的人 是陷阱 陷阱十倍八倍的 而你出來走的人 往往只是 你倒過來 出來走 說個順字 那些眼鏡的時候 其實就好像 喂 強於陳浩南和鑼灣渣菲人 都會幫人背客鑊 都會是因為人 幫人背負了財務 甚至被人說他詐騙 然後就想手敲 要抓他 事實上他錢也沒有到的 只不過是因為 因為他 簽一些文件 然後陳浩南跟你說 我不懂英文的 不過我相信你 我簽進去 這些事情其實 真的會發生的 例如台長 搭配東西過來 我不會看 台長說我懂得看 我告訴你 然後台長叫我簽 然後簽完 文進 你所有資產歸我 都敢簽 我不知道 真的會的 因為有時候 那些人 出來走 那種說信用的人 往往比生意佬更多 我相信你就行 那種感覺 現在新的電影 你又看到合拍片 他們做不到這種角色的江湖味 以至一些細節 譬如你猜測仔裡面 除了陳浩南 除了陳小春 這些叫做山雞 大天椅 巢皮包皮 之餘 你記得黃秋生 做大妃 很多揭後語 同梓君跳彈蟲 事家浩彈彈 然後 老太婆 老太婆 老太婆也走了 老西也走了 你看到那些傑後語 很正的 你會很入腦 因為那些所謂出來走 江湖人 他們說話真的經常說這些 有時候我們經常說 那些 法蘭西皇帝 廢人是傾 現在你聽起來好像很痛 大黄老太婆 剛剛你提到那個情況 因為那些人很以為我們在說話 但其實我們說了真真正正的事情 以你認識的那些大佬 他們平時說的是什麼 那些康调就差不多了,就像他们说,诗豪文俊这些,下三流啊,低俗啊,就是这些康调 他们有没有口头潜的呢? 我刚才说的那些,发行西皇帝,我怎么回来的? 真的有的,有这些康调,例如大飞说的那些 譬如,姚洋有一幕,头长红,那真的有头长红这件事的嘛,真的有的嘛 然后,难道不要做的,反起桌的那些,其实这些所有呢 是很市井三监九楼真的出来走呢?那种的感觉 你是否可以这样说,其实那些场面你亲眼见过的? 什么见过,经历过,亲自体验,科D体验过 原语就不体验过 对啊,你有两个层面的,正如这一批呢 其实就是港澳式的一些黑帮的感觉 但是你去到外国,譬如说,去到东南亚地方 那些,或者某个阶段的澳门 其实都不是那些什么翻桌啊,大家围拳头架,拿刀 不是的,那些去到那些,不是叫武斗的了 那些是出黑声啊,各种不同类型的小武器去指尘人的 有时候你们会觉得,哎,有没有可能的 我真的试过在外国,被人拿刀指,打劫 你就会知道,被人拿刀指是什么感觉 那当然啦,是否像看电影那样 会很害怕呢,或者是什么呢 好像红兴大飞哥那样 你有炮拿出来啦 大哥,因为那个人在香港 他真的没有炮,他将手摄在西装裤里面,假装有枪 但是问题是,他也没有拿刀指着红兴大飞哥 你试试他真是,暗指黑声或者暗指1911 或者暗指92F,指着大飞哥的头 我想大飞哥也猜不到的 大哥,你为什么在香港走出窗呢 但是你国际上就不是这样玩的 国际上就空险很多的 但是,鼓滑仔就很成功地把那种香港黑帮的氛围 其次,他整件事很国际性的,很国际大棋局的 第一,他第二集已经告诉你 香港黑帮跟你争夺的是什么呢 澳门赌厅 然后呢,比如第一集都有 陈浩南过澳门砍油 谁知道被人装弹工 然后自己被人博 然后兄弟也被人砍死了 在澳门大桥里砍油 然后去到第二集,欠赌厅了 原来大飞哥是赌厅的总经理 然后去到后来,原来是洪兴臥底 然后去到最后,直接出来喷水池 曬马 他已经告诉你,香港和澳门的关系密切 其次,少年古惑仔,謝霆锋 是涉件的少年陈浩南 在他妈妈死的时候 他跟他继父在说 他妈妈死的那晚就是什么事 八九六四天澳门死人 那就是变相,你看到他将所有的东西 香港澳门大陆 他是凌成了一体 就告诉你 无论是这个江湖世界 政治 甚至乎商业 就是古惑仔 去跟一些商家佬交手 由帮他做看场开始 到什么做的partner 什么韩宾 十三枚 投资一些房地产 然后给房地产商冻 洩大钱 那你会看到原来 官商、黑白症 全部东西 都是有关的 所有的香港、澳门 大陆 以致 台湾 其他地方 马来西亚 原来大家都在一个版图里面 互相牵引 他做到这个世界观 其他电影是做不到的 你不要单纯只看 什么陈浩南 他收陀地 其实那些只不过是 一个叫做符合他的电影 叫古惑仔 那种欠地盘 那些只不过是符合 但是背后那个 那个层次 你大个体 你才知道他是在描述 一个现实社会的残酷 甚至你可以说这个世界观 这个是荣耀營的 叫视野 是啊 他选这个屯门抓人 你看到 阿山雞 和阿山番 上去选抓人 他们两个选 虽然阿掌山坐中间 掌山是社团的 一 他都要你讲正刚 都要讲龙头 阿掌山 他不会阴点 行了 阿山雞你做吧 他不会阴点 但是问题 这些呢 其实就有所指的 这些有隐喻后善的 正如阿杜琪峰那套夹社会也是 他讲那个龙头抓人 他那个坐管都要选的 他现在不敢坐管 你要知道 你们看就会觉得 其实那样东西就是在讲选举制度 其实我看的角度 那场戏的主角 其实是这个 曼子梁的掌天仰 因为他这头 好了 阿山雞阿山番 你们出来讲正刚选 这个也算是 有个投票公平的 你有没有发觉他下一节 他即时 叫那个原本的北国渣非人 阿肥佬黎 跟着呢 你和我穿草 去阿尔巴尼 跟着 大飞 要不要印咸书 行了 你做吧 大飞 他跟书 跟文字 有什么关系 大飞摆明就是一个市井之流 行 我叫你 然后给雪茄你 你做吧 他上一刻才告诉你 我起码也搞一个 你说假也好 有正刚的选举 我下一刻 原来一个抓人 第二个区 这个区的抓人 我就搞一个 象征式的选举 下一个区的抓人 我就叫你做 叫他走 叫你做 喂 他已经预示了给你知 其实曼子梁哥 就是告诉你 他就是最伟大的人 你明白吗 他就是那个最伟大的人 他喜欢 他今天叫你封 封就封 他喜欢今天 拿起你哪个 就拿起你哪个 他喜欢今天 叫一个 完全无厘头 无故的 大飞 跟着那个大飞去做 他真的不懂 结果就怎么样 就变成大飞马经 就变成大飞日报 就变成大飞日报 就是告诉你 他真的不懂做 跟着他就将那件事 由他自己的意识 去融合 又再搞其他 古灵精怪 什么大飞日报 就是抄瘋狗日报 千万不要这么说 千万不要这么说 不是啊 你看他的logo就是这样 他的logo就是 大飞日报 我再问黄修生 我再问黄修生 是否 我再问黄修生 是否 你见到的 但当然 你说去到新一辈的 什么叫瘋狗日报 不知道 真的没人认识 我跟你说 你再去到下一辈 假如文章有个儿子有个女儿 问他什么叫苹果日报 都不知道 是啊 你问他什么叫明报 他都不知道 谁叫金庸 谁叫茶梁庸 你只是要用他 告诉他 你一手机打那只金庸群合传 那个人原先是写书 那个人也是有搞过报纸的 那个人叫金庸 你只可以这样去看一看 所以你看到古惑仔 他的好看之处就是什么呢 他是可以将你所有现实的东西 用一个抽象的方式去结合 而且表达出来 而且他可以很成功描述整个世界观 和每一个角色的性格 你不会觉得那些角色出场出得少 你又没有印象 例如很简单 李兆基基哥 在里面做的那个也是叫基哥 他那种随风摆漏 这一下 我支持你陈浩南 下一分钟 我支持你的大飞 这一下在怨 有没有搞错 他说你掌山 作为游戏人 开会也迟到的 他一看到掌山 是不是等了很久 不是啊 刚刚到的 你看到那种 你就会知道 你一看这些 左摇右摆 随风摆柳 真的完全靠拆鞋 拆到上位那种 而旁边又突然有些人游过来 我给你一些股份 你帮我安排 那些 其实你就会看到 你小时候不会看的 到你大了 你就会知道 这些伟小宝类的人 其实他才可以在这个洪流之下 你一直说他没有尊严 你一直说他 左摇右摆 你一直说他长头草 其实只不过是局势 他要这样才能生存 所以你去到最后 你也说 一个这样的角色 去到洪卿大飞歌的时候 去到最后 说黄秋收声音大飞歌 单人匹马被人夹走了 接着有问题的时候 是不是立即 理论上应该立即打给洪卿最好打的 陈浩南 太子 这些叫洪卿战将 真是洪卿的关于张飞 出来去顶 立即叫大头仔出来 不是 原来是 那些叔父去救大飞 原来是说 我一走出来 就是基哥就带人来 就算你怎么去左摇右摆的时候 你做人都要有个底线 就是那些我兄弟 大飞 就算他背份给我低 他是里面字头的人 都是兄弟 他有事 我们拳头一定要一字对 我立即就算 我平时在外面怎么没立场也好 我都要站出来支持 你们要看 你们慢慢大过了 你们去看这些戏 你才看得明白 中间怎样告诉你 什么叫江湖 江湖里面的人应该是怎样的 而你说新一代那些 什么罗仲谦 新一代那些 新一代那些 拍那些孤雅仔 那些 我直接这么说 正如我跟听众说 大家都说的 八九十年代 那些蒙面超人 咸蛋超人 那些变身的人 个个都一身正气 个个都刘德华 个个都不是开电单车 起码出来打怪兽 打两下 现在新一批那些 个个油头粉面 那些 韩国这个男星团 很简单 MIRROR是红 姜濤很英俊 因为有人告诉我 Anson Lo的样子是怎样 那也是帅 那真是帅 而且Anson Lo和年轻的浪哥很相似 你看看浪哥二十年前的照片 其实真的不是Anson Lo 那样 就是Anson朗 现在也是 你听我说 你下去火之神 你就会看到 哇 真的相似 浪哥和Anson Lo的样子 真的相似 但问题一样 重点是在于 你不可以姜濤做陈浩南 姜濤走去做陈浩南 你哪有那种感觉 你叫姜濤Anson Lo的MIRROR 走去做鸿庆抓辟人 哪有那种感觉 就算是 那些年轻人进去捧 她不是看古牙仔的电影 她是看姜濤 重点就是 但是如果你在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 我们看电影 就是你那个演员 可不可以入到那种角色去做 自从古牙仔之后 香港再没有一套成功的江湖电影 如果你说黑社会那些 那绝对成功 因为黑社会那些 你知道杜sir 杜sir拍的东西都不会坏的 但是你说其他再用一些新派演员 没有那种感觉 你看到其实杜其峰 他的班底 林雪 他找黄秋生 他全部是老气骨 因为那些人才有那种味 我们找一集要讲讲 黑社会里面 吴振宇的这个艺山 是一个自谋型 一个很厉害的龙头 和万子梁那种 蒋天仰 红兴龙头 他也是告诉你 在不同时代下面 这叫做 怎样去做一个抓职人 其他的电影 你经常都想 古牙仔 我只是鲍熊 陈浩南 鲍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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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奸角 耀阳 汪 鲍熊 那些就行了 你不会花这么多篇章去想其他 现在新一派拍电影 永远就是因为那个演员来拍 那个演员来熊 所以我们量一个角色给他 而不是叫那个演员去入那个角色 所以现在的电影不好看就是这个意思 嗯 应不应同啊?台长 应同 我都做影碟情报室的嘛 刚才你说的那些 我想如果要补充的话 我就在影碟情报室里面再补充 那这一节就很兴奋 讲了整个小时 下一节回来讲讲另外一个江湖世界 对啊 OK 那我们就下节回来吧台长 好 好 下节回来吧 拜拜 乖朋友 今天我们又来到这个火之神 今天呢 有个非常之正的菜 就是这个 烧牛肉沙律 首先要名借 因为大家看到了 今天有一支长颈FOP 工人一等 沙律最重要的是牛 嗯 嗯 哇 我们 大家记得订阅和支持司徒文俊频道啊